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我觉得还不能说明 中国汽车工业的 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 已经形成了 你怎么看资本和财富 我通过这种多元的资本 和股权结构 我在寻找这个全球企业的 发展模式和管理模式 20多年前 我们中国的能源很紧张 我们要造汽车的话 这个汽车的竞争力在哪里 它找到了我们 所以我就苦苦地在探索 在寻找 就怎么能够让甲醇 能够口再生 董事长好 你好 据说你非常喜欢山 是 改革开放初期 这里就是非常迷人的 这个海岛 所以我们受这个海岛 健身的影响 到这里来开荒 李叔福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 1986年 李叔福创办吉利 从事冰箱配件的生产 11年后 吉利进入汽车行业 就在开始造车的同一年 吉利也开始创办学校 至今吉利已经创办10所学校 包括大专 本科 硕博研究生的培养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我说 哇 这是桂林山水吗 就有一座山在林的这个学院里面 它这个叫若比洞 叫文曲新党科税 有一个神话故事 这党科税掉下来一只笔 里边炸开 里边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像广场一样的 一个洞穴 也许是有个洞穴的 叫若比洞 对 那这个就是解放初期的时候 这个解放军要解放这个海南 这个部队就是扎在这个洞里边的 大部队 所以你当时选址是特别看到了这个地方吗 这个故事讲起来就长了 有点长了 它是海南省 当初这个房地产泡沫 扑灭以后 我们在这有一些项目 是在海口 那我找生活书记 解决问题 生活书记说 我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但是你能不能也帮我解决一个问题 他说这个山亚 这个城市 就像蚯蚓一样的 都沿着海边这么借一条 这样不是这个房子卖得好吗 对 谁都不愿意朝 朝北去借 他说我想借一所大学 就是离海远一点 这个大学 是海南省早就规划的 但是一直它借不起来 所以书记他就梦想着 要把这个大学建起来 走出一条产学业 协同发展的一条道路 其实你在1997年 开始办汽车 没多久就开始想办学校了 你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什么样的人才不足的问题吗 我们一开始做汽车的时候的话 确实很缺人才 因为那个时候 中国的汽车工业 相对还是落后的 所以要想实现 后来居上 首先是解决人才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自己办大学 我们要培养 汽车产业方面的相关人才 包括这基础的 技师技工的培养培训 尤其是我是在台州 开始搞汽车的 台州是找不到汽车产业工人 也没有汽车的工程师 所以我们基本上 全不是自己培养的 整个过程确实是 比较有挑战的 对 您那时候说 初期在办学的时候 特别困难 困难在哪里 都有 你比方说 首先是学校国家不批 你私人怎么可以办大学呢 所以我们就挂靠 广播电视大学招生 招生的话 那又是说我是非法招生 又处罚什么 然后土地 因为没有批准的大学 也不能借校园 校所也不能借 所以我就用钱 买的那些工业用地 来借校园 结果又 又非法了 又要处罚 又要这个 又非常难的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下 我们把学校借起来 但是就像您说的 您从来也没有放弃过 那现在为止 你看我们已经有 大概有失所的学校 我们到底这么多年下来 是不是确实已经解决了 您觉得汽车人才的缺乏 这个问题了 中国的汽车工业 之所以能够这么发展起来 我觉得跟人才的培养 和成熟是很有关系的 我们的本意 一开始是为了 为自己培养人才 为了汽车培养人才 企业也因此得到一些便利 比方说 我们会根据自己的 产业发展 来设立一些专业 来专门地进行 采学业的这种结合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了 现在这个学校 它就已经成为 一个社会的一个学校 它都会受惠培养人才 走进校园的目的 是为了更好的走向社会 这是您为三亚学院 定下的目标吗 我说的话 您说的话 对 这就是我们的产教育 我们现在把我们 在汽车领域的专业经验 直接就移植到学校了 学校 这是我们极力创意中 自主研发的汽车研发的 CAE的软件 工业仿真软件 就用于底盘设计 悬架设计 这个车辆动革的设计的 这个软件 给到了三亚学院 和各个高架来做用 我们的这个产品呢 同等的跟国外 同等进度一样 速度呢 比如它们要快50% 你这个就准不准 你这个说法 准进度相同的情况下 是吧 对 但我觉得这东西 本来是人家的 人家已经搞了几十年了 是吧 你是你搞得比人家还好 对 就这个 为什么呢 逻辑是吧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立足于汽车 我们一直在用这个东西 就专用的 专用 这个有意思 就是说这个工业软件呢 我们中国呢 几乎百分百的依赖于 国外 汽车更多 几乎是这样的 那么当人家把工业软件 一卡死以后 那中国工业设计就没法设计了 那么外国的工业软件 是进入中国 是怎么进入中国的呢 它首先是进入中国的高校 对 老师学生培养好以后 再进入工业企业 对 那工业企业就要用这种工业软件 来设计工业的各种产品 包括汽车产品 就你们反过来了 从企业开始先研究 然后再进入高校 这是高校 反正你们都有 对 其实您的国际化已经很早 而且越来越成熟 您说的就是我们以前的国际化 跟现在已经不太一样 以前可能是用资金去换技术 现在是更多的 我们可以输出技术 可以输出管理 这个转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就是企业的国际化 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开始 所以一开始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是把一些产品 销售到国外 就是通过这种国际化的试水 慢慢地要形成全球化的能力 所以现在你说一百多个国家 其实我觉得所有国家 我们都有业务了 只是说有些业务比较小 有些可能比较大一点 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有些技术 已经可以开始反补到我们的海外收购之后的企业当中 比方说英国的伦敦的这个出租汽车 我们当时是输购英国的门童公司股份 那有十几年前都是输购我之前 我们现在采与股份 后来整个输购 然后私有化 后来的话伦敦的这个市长 那个叫鲍瑞斯 后来当首相了 现在它退掉了 它就找我 希望我能够把伦敦这个车租汽车 要搞成电动的车租汽车 我觉得这机是商机也是挑战 我们要专门为它开发一个车型 电动的汽车 风险和投入跟采措是不成比例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是什么呢 因为吉利拥有了沃尔沃这个汽车公司 那么我就用沃尔沃的技术 通过吉利的汽车消化 我们就开发出了这个伦敦电动汽车 都已经跑了七八年了吧 都是吉利的 都是吉利的技术 都是吉利生财的 你看伦敦那个出租汽车都是吉利生财的 它大部分的零部件 我们是在中国生财的 但是最后一部分整筹 是放在英国的生财 我们在沃尔沃建立了一个新的工厂 您刚才讲的 原来我们花钱来买一些技术 去收购一些企业 目的呢是为了自身啊 能够不对的提升这个竞争力 现在反过来有一些技术 我们会和同行分享 输出到有一些企业里面去 2017年我们收购了马来西亚的宝藤 那时候它已经连续亏成了九年吧 结果我们全面接管了它的运营之后 2019年它就已经盈利了 吉利做了什么输出了什么 让它们能够这么快转亏为盈 这个马来西亚的宝藤汽车公司 是马来西亚非常重要的汽车公司 它们也叫马来西亚第一汽车公司 应该说它整个国家为了这个汽车工业 是接近全力 搞了40多年了 还是没有实现目标 它每年亏损还是挺大的 几十亿人民币的亏损 这个时候它们希望有企业 能够与它进行合作 它在全球招标 所以确实在很多汽车公司都去参与这个竞标 最后吉利这个方案 得到了马来西亚政府的认可 我们只是管理这个汽车公司 我们不是控股 宝藤公司全球招标的时候 吉利为什么觉得说吉利可以做 第二个吉利为什么愿意去做 还不能控股 第三个吉利在这个过程中 怎么能够在两年的时候 就完成了扭亏为盈 第一的话 它原来的亏损一定是有原因的 你比方说它有财品的原因 是吧 有成本的原因 是吧 也有它质量上的原因 还有服务上的原因 还有它整个供应链和经销商渠道 都存在一些问题 我们要把问题要找出来 来要对症下药 这个是很重要的 第二的话 我们不在乎多少股权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通过我们的努力 能够实现合作共赢 通过这个实践 我们要不对的锻炼 企业的国际化能力 第三的话呢 吉利因为有沃沃的一些技术的系统 因为有其他汽车公司 以及在行业里边的 各种各样的这种系统 还有我们自身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 再加上我们的教育啊 人才培养啊 今天你在这个学校里边嘛 对吧 吉利造汽车 之前我首先开学校的 各种各样的这种人才培养教育啊 整个系统啊 我们是有这方面的卸贴优势的 我们是一个体系 不是一个简单的派一个总经理过去 就能解决问题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做不到的 接下去我们会有更大规模的 资源的倾斜到马来西亚去 那这样就是要把它整个 其他财业力的竞争力要提高 虽然您做的是实业 但是您太了解了实业需要资金 所以您对于资本市场也是非常的熟人的 有人觉得说你有极强大的资本版图 你怎么看资本和财富 您提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 这就是人家没有明白 我们整个集团是怎么在运作的 我们不能简单的 按照原来的全球化的传统的思想 来思考这个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我们现在比方像沃沃 它就是一个全球的品牌 它基本上都是西方的国内人才 西方的资本 西方的市场 西方的供应链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比方吉利这个品牌 它基本上市场都在中国 就是不同的品牌和不同的服务对象 它这个国内层和它的资本结构 也都不一样 那这样的话 你就不能简单的把它打包成一个上市公司 还有这种市场探索和产品科技这些领域 我通过这种东元的资本和股权结构 我在寻找这个全球企业的发展模式和管理模式 到今天为止 我认为整个吉利的这个商业模式和管理的理论 我们都是在尝试 还是在尝试 没有完全定型下来 这艺术馆这里是 哦 艺术馆 哦 看你们的新汽车 对 这个还没有投放 你看 下个月 下个月 下个月投放 这都已经公开的 这叫一巴纯电动汽车 纯电动 对 是这个品牌的第一款纯电动汽车 哦 你刚刚说到这部车 它与时俱进地做了电动汽车 但是我们知道国内其实中国大概已经连续八年 是全世界产销第一名的电动车的市场了 但是有很多人觉得说国内的汽车厂商在电动汽车方面 它其实很卷 这确实现在好话叫很卷嘛 就竞争很激烈 所以我们说的话呢 我们不简单地挡价格战 但我们要保持价格优势 在保持价格优势前提下 我们要挡的是技术战 品质战 服务战 品牌战 还有一个很重要 叫企业的道德战 道德 道德 世界上有很多令人尊重的汽车公司 你这个一个汽车公司啊 一个汽车品牌啊 要这些用户心目离别 你是负责任的 你是讲道德底线的 人家买了你一辆车 你对它是负责任的 这个很重要 只有这样你才能走得远 否则的话 今天走得快 跑得快 明天可能起不来了 爬在哪里了 这样的这个情况比比见识 全世界太多了 很多公司有时候心心下荣 很快它就 昙花一现 昙花一现 消失在历史场合中的 有有人评论啊 我们国内的一些汽车生产上 在电动汽车方面 虽然占有率还不错 势头也不错 但是这种技术啊 这种壁垒 其实是还是蛮容易被突破的 这些壁垒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我觉得对啊 因为汽车工业 我也确实西方的财务 你无论是电动汽车 还是传统汽车 都是汽车 那么这辆汽车 现在全球都进入了一个 智能电动化的转型 这个方向 这个赛道大家都同意的 中国呢 在电动化的转型的速度上 确实走的是比较切的 这实际求是想 但是我觉得光凭这一条 还不能说明 中国汽车工业的 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 已经形成了 汽车工业呢 它是一个没有尽头的 马拉松车工业 没有尽头的 快 不一定就是好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 实时求是的 客规的 要小心谨慎的 来开这个问题 您刚刚提到了 全球的汽车产业 本身现在开始进行的一个巨变 在一个产业链的调整 以及生态圈的重构的窗口期 怎么理解这个窗口期 就是传统汽车 像智能电动化转型 这个大势是不可逆转的 大方向是维成正确的 但是这个大方向 到底维成的时间是多长 是花十年来维成 还是二十年 还是三十年 还是更长的时间 我认为还需要时间的解业 因为电动汽车 它这个成本 就是比传统那类机汽车 要高 这个现在的事实 都已经摆着了 就是说电动汽车公司 基本上不赚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智能电动化转型的速度 到底是要加快 还是要适当地 来回合一下这个时间 要让整个产业力 成熟了以后继续加快 这就是一个科学的问题 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我觉得还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在智能电动化转型方面 我们也是很积极的 我们不会盲从 要很自来的过渡 所以这个 我觉得我们还是很理性的 吉利在轻能源汽车 这个问题上 有吉利的独立思考方面 既要发展 离离子电池的这种汽车 吉利的轻能量电汽车 发展的也不错 比方想张家口 东奥汇用的那个大巴 那么吉利 现在重点在研究的 就是甲醇汽车 刘老师好 牛克 你好 董事长 我知道您对甲醇 情有独钟 研究了大概十几年 十八年快二十年了 您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 知道甲醇 然后决定要研究好这个 甲醇的话 我们造汽车的时候 二十三年前 我们要造汽车的话 我们就得想 这个汽车的竞争力在哪里 因为人家已经造汽车 都造了上百年了 那个时候也都七八十年了 吉利要造汽车 那这个汽车怎么跟人家竞争 要有特色 所以我们就研究 这个汽车的动力 以及汽车的能力 第二呢 二十多年前 我们中国的能源很紧张 对 这个油啊 基本上就是进口 这个比例是很高的 所以一开始我们研究 甲醇的发动机 和甲醇的汽车 是基于能源和汽车竞争力 那么中国的话呢 尤其是山西 也在研究 这个甲醇的发动机 但是呢 他们遇到了很大的障碍 遇到很大困难 高宝醇的话呢 他找到了我们 因为人家都不理他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但是后来 我们就遇到了一些困难 比方说 甲醇发动机 人家他就攻击我们 说你这个甲醇 也是太化石能源 也不怀抱 也不怀抱 所以我就苦苦地在寻找 就怎么能够 让那个甲醇啊 能够口再生 那现在呢 我们的绿色甲醇 通过汽车来做工 来烧 它要排放二氧化碳 这个车子里边呢 这里边就有碳仓 就有回缩二氧化碳的长子 现在这里呢 这样做呢 是形象的事业 你就把它当成太仓吧 这是车子太仓 这个名字都是我取的 他们当初不知道叫啥名字 然后这个太仓不挺好吗 那这个二氧化碳采成 这把它雇了以后呢 这个是用太阳能 对水进行跌解 就变成了氢气 这里边就氢气 然后这个氢气和二氧化碳合成 这出来就是甲醇 你可以去跌 你试试开 它就是甲醇 稍稍看看 我们现在绿色甲醇用在卡车上 现在用的比较多 在卡车 用在这个轿车上比较少 为什么在轿车上有困难吗 没有困难 但是回缩二氧化碳总量不多 这个卡车啊 它烧的这个甲醇多 一辆卡车相当于100多辆轿车 轿车上的话呢 就是贵阳市 开始应用推广 但是并没有百分之百 它的出租车是百分之一百了 那除了现在看到的大卡 还有未来的轿车 还有哪一些运用场景是适合甲醇的 这次马克龙来中国最大的订单 是绿色甲醇船的订单 这次杭州压运会 用甲醇叠火 本来是用贴列器的 贴列器的轨道要很长 贴列器放得很远 因为贴列器在爆炸口不得了 甲醇呢 我们就放在会场里边 甲醇棍 当初国家哀学部 公安部 他们都很紧张 很紧张 要做实验 理论实验 模拟实验 实际实验下来以后 几乎没有什么危险 甲醇可以生物降均 甲醇泄漏了 20天生物降均 汽油需要很多年 对地下水的污染 那是不是我们的碳足迹 就不用害怕了 就气候的温度提升 这个问题也能解决 我们的技术 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比方说电动汽车 用的电磁 这个电磁呢 用电网的电 而这个电网的电呢 70%左右 都是煤炭发出来的 中国的能源结构就是这样 那有人说 用太阳能 风能发电 到电网上去 不就是可以了吗 不可以 除能能力还是不够强 对 因为太阳能的话 你白天太阳很多 晚上没有太阳 你电网它接受不了 中国现在分能上了一大堆 内蒙古 新疆先上一堆 上不了网 然后上了网 就没有气光气氛现象 就是因为输不过来 输过来怎么办呢 搞清亮的人 说电磁水之清 但是它基本清也输不过来的 对 内蒙古的清是拉不到 北上广深的 清气这个管道 第一它压力很高 每公里600万 第二呢 假如这管道到了三样 你必须三个小时用完 用不完再大的罐都充满了 所以管道什么时候不知道 那没有管道之前 这个清气呢 是到高压钢瓶拿过来 高压钢瓶空车线49栋 现在49栋中的卡车 只能拉250公斤轻 它的意思就是说 当前来讲 清气最简单的方法 就放在车子里面的运输 要么液体 要么高压 这个存储和运输成本很高 那如果我们去合成这家庆 这个液体呢 那就可以离中国西部 内蒙古 青海 海拔都一千五以上 自动就流到北上往深 就是说通过轨道就可以 因为高到低 自己就流下来了 如果是清气 它流不过来 如果是变成甲醇 它就能流过来 这样流过来 北天可以开车 卡车供车 晚上可以发电 它实际上是一个 就把太阳能作业体储存下来了 您曾经提到过 未来五年 希望甲醇的产业 它的链条能够形成 它现在目前还缺什么 未来五年 你觉得能形成吗 这起码 未来的五年 我们把基本的模型要走通 就要让这样的绿色甲醇 能够有经济价值 能够为汽车 以及纯博和其他能力机 提供绿色甲醇服务 还有加速配套体系 就这些 我们现在都在积极努力地推进 现在您觉得绿色甲醇经济 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将近二十年的投入 你曾经提到说 自己是一个孤独者 因为你选择一条不容易的路 你现在还觉得孤独吗 汽车和甲醇能源 在这方面到今天为止 相对是比较孤独的 但是慢慢地热闹起来了 就算是孤独 你就像说的 人家打击你 其实你不会投降 这点是给年轻人很大的鼓励的 我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 我们要主动地载到真理这一边 我们不能要求真理载到我们这一边 我们的几十年的追求 我现在我只是越来越接近 这条路是正确的 但是我也不反对 电动汽车 轻能源汽车 我都不反对 我认为这应该要能源多元化 应该要鼓励大家去自由探索 科技这个东西 一定要鼓励自由探索 科技的自由探索 商业的灵活组合 这就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阳光大道 人类可持组合 这就会像我们这样子 也有点监测 我们正确的想法